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何一个外物,无论它的大小 它都可能会引致一个田路的事故 可能性就是有外物,即卡着的路轨那里 那辆车也是,一经过的时候就跳起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挺恐怖的,没想到会这样 觉得港铁够安全 暴力人士又将一些杂物投窄到铁路的路轨 危害铁路安全,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事故